在React 中有 UseRef 跟 UseState 這兩個有一點像的hooks 那雖然有點像 但是他們的用途卻完全不一樣 最近我剛好遇到一個問題 需要取得State 過去的值 這個問題是用一個CustomHook 就可以巧妙的解決 我覺得這個用法對於高東React 的運作方式非常有幫助 會用到 Closure UseEffect UseRef 跟 UseState 等等的概念 如果你完全搞懂這個範例怎麼運作 就會對React 的運作方式更加了解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就要分享一下 要怎麼用 UseRef 來取得之前的State 這個效果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結果 這看起來就是一個很常見的Counter 每按一下increment 就增加1 按一下reset 就會重置 不過不一樣的是 我用了一個可以取得先前State 的值的Custom 並顯示出先前的值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它到底是怎麼運作的吧 那這個範例主要會使用到三個React的hooks 分別是 UseState 、 UseRef 跟 UseEffect 相信很多人都已經會使用了 所以我就簡單介紹一下就好 那 UseState 跟 UseRef 都是用來保存值的hooks Component 發生Rerender 的時候 這兩個hooks也可以把值保留 所以不會被初始化 所以不會被初始化 UseEffect 則是在某種條件下 會自動執行一段程式碼的hooks 這個hook我們常常拿來用來抓遠端的資料 或是更新State 的值等等 如果對這些hooks還沒有很熟悉 可以參考React官網的文件 那接下來我們就來看看這個範例到底是怎麼實作的吧 範例的網址我會貼在下面 我們先來看看Counter這個component 首先會執行這個 UseState 來保存Counter的值 那目前看我的值會是0 再來第二行 UsePrevious的CustomHook就會執行 所以我們就進來看看這個CustomHook的程式 來到這個CustomHook裡面 首先因為剛剛看我的值是0 所以這邊的Value的值也會是0 那接下來這個UseRef就會執行 因為這邊是沒有初始值的 所以Ref.Current 現在的值就會是Undefined 那下面我們這邊用了一個UseEffect 因為我們沒有傳入一個Dependency Array 所以這個UseEffect在每一次Rerender的時候都會執行 不過要注意的是這個UseEffect裡面的Function 現在還不會執行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component還沒有Render 也就是說Ref現在並不會被更新 所以我們在這邊就會直接Return 那這邊的Return值就是Undefined 那這個CustomHook就到這邊 現在我們就回到Counter 那我們剛剛拿到的PreviousCount的值是Undefined 所以我們就繼續往後執行 那執行到這邊 Component就會Render 因為PreviousCount是Undefined 而Count的值是0 所以印出來的結果就會像是這樣 大家有沒有覺得非常巧妙 那接下來不要忘記了 因為component現在已經Render 所以我們剛剛的UseEffect 到現在才會執行 所以這個時候Ref.Current的值就會被更新成0 不過大家應該知道State跟Ref的差別之一就是 Ref的更新並不會造成Component的Rerender 只有State才會 所以現在雖然Ref的值已經被更新成0 但是我們畫面看到的仍然是這樣 跟剛剛一樣是不會變的喔 好說到這裡大家應該有抓到這個感覺了吧 如果有點混亂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再來看看 如果我們按下的increment會發生什麼事 看完應該就會更清楚這個hook是怎麼運作的 那我們按下這個increment的按鈕之後呢 就會觸發State的更新 那Count的值現在就會變成1了 而因為State更新了 所以這個component就會觸發Rerender 所以這個component的程式就會重新再跑一次 好那我們就從頭再看一次 一樣這邊的UseState跑完之後 我們又來到UsePrep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個customhook 大家可以猜猜看這一次 previousCount的return值會變成多少 答案是0喔 那你可能會想這裡面的UseEffect 不是應該會跑嗎 那ref的值就變成1了 previousCount不是也會變成1嗎 不過不要忘記了 UseEffect要在componentRender之後才會跑 而Render是在return的時候才發生的 所以現在這個ref的值並還沒有被更新喔 所以才是0 跑完UsePrevious的hook之後呢 我們就來到return 那在螢幕上我們就會看到 previousCount0 CurrentCount1這個結果 接下來componentRender之後呢 我們剛剛提到的UseEffect就會起作用了 那這時候ref的值就被更新成1了 不過跟剛剛一樣 ref更新並不會觸發Rerender 所以我們螢幕上看到的畫面是不會變的 好 聽到這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覺得很神奇呢 稍微花一點時間思考一下 就會覺得這個設計真的非常的巧妙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記得訂閱按讚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